如果你也跟我一樣好奇做AI的人腦袋在想什麼 你就選對影片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劉俊誠 耐能智慧的創辦人 講台語捏 他就是做AI的人 我偶像臉 耐能智慧 台語 你應該不是那種 我從小立志做AI 應該沒有這種人 應該說你小時候有曾經想過你要做什麼嗎 我小時候想當流浪畫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曾經很浪漫的覺得有一天想要 背著行囊到世界各國去就是畫畫 然後看看這個世界這樣 反正書裡之後翻上了 然後爸媽說這個當畫家 找不到工作那個沒飯吃 我媽媽也是 我也是考了美術的術科耶 我也是耶 所以那個時候OK 你就是放棄美術 放棄過很多東西 小時候你會胡思亂想的 想要做很多東西 例如 想過要當畫家嘛 然後想過要當音樂家 然後有一陣子很迷生物 她說什麼都想養 然後就被媽媽被吊起來打這樣 然後後來也想過就是很迷那個物理 那時候我媽在念那個碩士 就是因為她要去查文獻嘛 就把我帶到書局 丟在那個山命書局 所以我那時候在山命書局 一樓到處翻書 然後那時候翻了第一本書叫相對論 然後我媽就問我說我念了什麼 跟她說我念了一本書 我每個字我都看得懂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她覺得我語文不好 對 然後後來那時候就覺得 原來物理可以這麼的有趣 後來就想說我一定要把那本書看懂 然後就鑽很深了 可是像你說的OK就是 我覺得某種程度你現在在做AI今天 也是把你個性中的浪漫 用一種不同的方式提現出來 這當中你覺得比較難的是什麼 我覺得難是所謂的跳脫框架 軟體硬體它要完全混在一起 這是蠻難的 因為至少在台灣教育 硬體思維是會非常硬體的 軟體思維是非常軟體的 那大數據 Big Data 那個是統計的 那個思維又是不一樣 另外一個是應用層面 因為其實AI的應用很廣 雜七雜八 所以很少人能做得很好 所以我後來在公司 蠻注重的一個東西 是所謂的文化 我覺得其實一個文化 才是一個公司 最核心的競爭力 我就認為說一個產品 你有可能失敗 你的戰略策略也有可能錯誤 但只要你有一個開放 不斷學習 不斷打脫框架 堅持到底 然後不輕易放棄的文化 那我覺得你這公司 就能不斷的這個成長 所以我一直跟團隊說 其實我們公司它不是一個技術公司 它也不是一個應用公司 甚至也不是AI公司 其實它就是一群 永遠不斷成長 跟不斷學習的公司 包含我自己 其實我覺得我的人生 最大的不同是一直在變 應該從高中開始 我高中在台北念書 在斯大福中 然後後來跑去南部 就是台南 然後後來去了美國留學 那去美國 當年剛去的時候很窮 很想要就是有一學期沒講學金 我可能就沒辦法繼續念這種狀況 其實美國的講學金只有第一年有 那第二年其實你要做研究助理 或者是助教 他的那個科目就會雜七雜八 所以我有時候為了要爭取那個講學金 我就在那一學期我就要去念一門 我以前從來沒有學過的科目 然後一畢業之後 景氣沒有那麼好 所以景氣很差嘛 所以就找到了一個很小的公司 那個公司是一個創業公司 非常非常規模很小 所以我有經歷過很小公司的這個文化 那一段DNA對我來講很有幫助 因為你會知道小公司的做法跟大公司差非常多 他是一個人你就要抵一個團隊這樣 然後有時候會很混亂 但是很混亂也有好處是你成長會非常快 然後後來我去了三星 就是一家非常大的國際巨頭 那一家公司就是規範的非常好 然後非常的嚴謹很像軍隊 這些經歷其實就是一直在變 然後一直在打破棍架 所以等於說這麼多的改變持續變好 我覺得這個概念跟AI其實也是有一點想 就是你給他不同的東西 他就去學習他就去適應 然後他就有點不斷upgrade 他就會越變越好 我覺得有時候每一件事情 就是說也許就是所謂的這個物種理論 就是說四則生存 對那也許是我們這種DNA 其實耐能剛成立也在美國台灣跟中國都有點吧 那剛好這三個地方有這三個地方的優點 跟三個地方的特色 比方說中國其實很好拿數據 所以我們訓練數據也非常多 然後美國其實有全球最優秀的軟體人才 這是台灣比較欠缺的 台灣有非常強的優勢 就是半導體產業鏈非常強 其實AI很難就是我覺得它雜 所以很少公司真的能做得很好 它要結合軟體大數據還有晶片之外 它的應用又很雜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既有的框架 你要跳出那個框架 會不容易做成功 那也許因為我們這批人就是 聚集就是 雜的 對就是雜的 然後加上我自己的這種變動 不斷的學習跟成長的DNA 才造就今天的我們可以走到今天 你有沒有印象中比較深刻 真的是 有一度讓你覺得人生真的很難 很多次啊就是 甚至甚至一直到現在不要覺得我們好像已經 就是有一定規模 其實創業它其實就是一個旅途 它是有各種的挑戰 有時候你會覺得好像稍微安穩一點 沒多久又有一個挑戰 所以其實做每個決策都很煎熬 就是常常會小公司資源很少 你要是做錯的一個決定 可能公司就倒了這樣 那我覺得最痛苦的是創業第一年 那時候我們第二客戶是騰訊 那在中國嘛 然後也沒經驗啦 然後又 內外有出現一些事 就是有一些競爭對手 他把我們一個團隊就是挖出去創業這樣 然後公司基本上快倒了 那時候整個禮拜幾乎都睡不著覺 就在床上想說到底怎麼到底怎麼 然後 就進了急診室啊 因為都沒睡了 然後又被追債 那追債的狀況 誇張到他們打電話來咆哮嘛 咆哮的時候 我女兒那時候很小 大概兩歲三歲 然後有人打來的時候就直接說 欸你幾月幾號沒還錢 我們要找人去把你抓來斷手斷腳 然後說你女兒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 我們要找人去把他綁架這樣 他因為聲音太大聽到 他就很害怕 害怕到他那陣子都不敢睡 我每天都捂了他的手要在那邊睡 然後老婆就帶著他就廢回娘家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是那個時候 就是你有見識到人性的黑暗 但是你還是有看到一些人性的光明面 就是我那時候也打了電話給我人生不同階段的朋友 所以我現在公司才有很多人 不同階段的朋友 有些就在那時候來的 那一段時間我覺得很幸運就是有朋友 然後你也相信說原來有人 十幾年沒見面了 然後你真的是求助無門的時候 他們竟然會放下工作來跟你平這樣 為什麼你會想要取這個名字 耐能它中文的名字就是耐跟能 其實我們覺得當時塑造這個公司的時候 就希望公司有個文化是你要能扛得起煎熬 跟能扛得起孤寂 跟能耐得住寂寞 原因是因為我們當時想要做的就是一個很前沿的東西 在15年的時候其實AI不認識 那AI晶片根本是前所未有 沒有人聽過的東西 那你要去走一個沒有人走過的路 本來你就是孤獨的 其實我們一直很想跟大家證明一件事情 是說如果你堅持做對的事 然後即時很辛苦 其實這一路真的有過過太多很苦的日子 商場其實是複雜的 那人性上其實是 尤其商場是有很多利益聚集的地方 利益聚集的地方 人性就會出現 但是我後來發現 最簡單能度過那些危險 其實就是你最簡單的心 還有你 所以我們才都有掛一個別的勿忘初心 其實你在世界上經過的各種大風大浪 其實每個人都還是嚮往的簡單 跟真誠跟互信 為什麼說就是經過這種大風大浪這麼辛苦的 然後我們還想說 在家鄉想要做一些別人覺得很奇怪的事情 對 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其實就是對我來講 我從踏出校園那一刻 其實很多人在年輕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夢想 就是有一天我要變成什麼樣的人 我要變成為這個世界做出什麼樣的貢獻 當然因為出了社會之後 你會發現太多不完美的地方 然後你的心其實會被這個不完美消磨掉 但我們只是想證明說其實你不放棄 沒有改變 然後堅持走很辛苦的路 就是有信心跟堅持 最後是沒有難事還是能完成成功的這樣 這是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也因為在世界各國飄零 那希望能貢獻我們這種 這種一點點的了解 讓家鄉變得更好 然後讓我們的家鄉在AI世代 不要落後別人 然後能有一定的競爭力 所以其實算很忙 但假日還會去寫一些書 我總覺得就是說如果你持續去 記得你踏出社會的旅程那一天 你曾經有的那個夢想 或者是說你有的那個豪氣 然後你並沒有被這個社會消磨掉 然後還想要去堅持 同時在做這兩件事情 然後把它回饋給自己的家鄉 我覺得這個或許是大家在你身上看到的真誠 對 而且像你講的投身教育寫書這件事情 容我必須要來介紹一下你的書 還是你自己介紹好了 我覺得這本書真的很 你自己講好了 你自己講 好 其實我們寫很多本書 對 它其實就是從 從研究所的書到 到國中高中小學這樣 那當時想法其實是 它也是一個意外 它是一個美麗的錯誤 好 其實當時我們在美國 就是剛創立耐能之前 就是有出了一個架構 叫可從組AI晶片架構 那架構是去年得到 愛出破達尼頓獎的這個架構 那也是讓耐能就是 畢竟天變得這麼蓬勃發展 所以我們有一些創造的一些東西這樣 好 那這一本書後來就是被 那個美國的Bugger Authority 後面就是CNN 富比士阿 伊朗馬斯阿 還有很多 Berkeley阿 MIT那些知名的教授 去評鑑為就是世界100本 在AI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書的排名第9名 當時的想法其實沒有想太多 其實一開始就是只是給 陳大的學弟學妹去用的書 後來也覺得蠻自豪 就是說我也只是一個在台灣出生 然後土生土長 然後後來去海外留學阿 然後跌跌撞撞會一點東西寫的書 後來確實在這個領域有一點影響力 真的還蠻欣慰的 那也因為這個書後來覺得一作用的事情 還蠻有意義的 後來就在去年前年就是在 暑假寒假阿 我們就會開始去中學阿 然後國小阿 大學阿去做一些 有點像是夏令營這樣 然後其實用意也只是想要推廣 推廣AI阿 那後來就一路就這樣寫寫寫寫到國小 國中高中然後大學這樣一套這樣 小朋友也看得懂的 或者是說學生對 第四波工業革命 對還有幾本國小的 只是被人家拿光了 被人家拿光了 因為比較中學跟國小的 每次有訪客來就會 就帶回去給自己的小孩 今天就是從書 然後再延伸到教育的部分 你為什麼會希望 因為你一直提到說所謂的AI世代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會想要聊這個 真的是很想要讓 很想要讓家鄉的人 更認識AI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它跟我們公司的Vision 我覺得每個公司都有一個核心的Vision 跟核心的價值 那我們有一個核心的價值 其實就是想把AI帶到每個人生活走照裡 其實我覺得人生 你這一生能活的時間可能就那樣 然後你需要的錢也就那樣 我覺得本質上還是說 你有一天人一定會死 你覺得你有沒有在這個世界上 留下什麼正向的貢獻這樣 對 然後希望這一生能精彩 努力的活著這樣 我覺得這才是生命的本質 如果你真的有把影片點到這邊看到最晚的最晚 要不然我覺得他們對你應該真心有某種愛 好 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 沒有 這是我意想中的答案 OK 那如果你看到這邊 你還想要知道更多AI的大小事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但是我不保證他有時間回你 因為他超忙了 好啦 今天就這樣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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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的 你一定會在這裡 多謝 你沒有人